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这个网友就发现他的bank account 直接是少了五千块 其实很多人很多故事 很错综复杂都要骗到你 你的credit card被人家刷了几千块 这种诈骗方式在马来西亚是最常见 最典型也是最可怕的 Hi 我是Kalian 今天这个影片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你们一定要看完 不是开箱手机不是开箱电脑 但是跟手机跟电脑都有关系 那就是网络诈骗 今天主要拍这个影片的目的呢 就是想要分享一件不是很开心的事情 虽然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网络诈骗案 但是我在开始之前我想跟你们讲 Hello 各位 2021年了 现在每个人都会上网 网络诈骗到处都是 骗子到处都是 你不要以为哦 哎呀 我没有这样幸运的啦 不会遇到的啦 或者是我都没有钱 骗子不会想要骗我的啦 你就想啦 骗子是不会分你有钱没有钱 无论你是三岁到七十岁你都有可能被骗 简单来讲啊 我们哦就是骗子的买反办局 今天他们可不可以吃饭间 吃豪不豪华 是全靠我们 所以你讲他不会用尽任何方法想要骗我们 他们甚至会搞一场大龙风 其实很多人很多故事很错综复杂 他都要骗到你 一千块也好 十千块也好 就连两百块他们都要 尤其是MCO这段期间哦 大家不能出门嘛 他们又没有办法出去面对面去骗人的话 他们就唯有在网上骗人哦 接下来我就要分享几个马来西亚很典型很常见的网络诈骗案 希望大家看清楚认清楚分享出去 以后如果遇到相同的事情哦 希望你们可以想起这个影片 然后不要慌 不要紧张 不要乱 一就是刚才我讲的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 恭喜你中奖了照片方式 OK 事情是这样的 在二月头新年之前呢 有一天我睡醒就有一个网友跑来骗我 说这个Facebook account是不是你的 这不是我的啊 我就讲不是咯 但是突然又有另外一个网友跑来问我 这个account真的不是你啊 然后我就讲不是 他跟我讲一句 GG啊我被骗了五千块 是这个网友准备要交大学学费用的 我跟你讲我当下真的是很生气 然后又有点不知所措 然后我马上去跟这个网友了解事情的经过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有一个人他盗用了我的照片 去开了一个Facebook account 然后冒充是我的小号 然后跑去PM这个网友跟他讲 诶恭喜你你中奖了 重点哦这个网友平时真的有在参加我的一些giveaway 所以他也相信 然后这个片子就给了他一个link 叫他点进去填写他的个人资料 里面包括他的姓名啊 他的地址啊还有银行户口号码 注意不是银行密码啊 完了咯 这个link哦就是那个hacker故意制作 只要你一点进去填写资料 他就可以hack到你的一个方式 而且很快哦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这个网友就发现他的bank account 直接是少了五千块 当下我真是傻眼 我也不可能代替这个骗子 去给回五千块给这个网友 因为真的不是我嘛 这个网友也马上去报警 但是警察告诉他说 因为他们是跨国集团 所以拿回这五千块是机会很小 这边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 就是无论是我也好 别的网红也好啦 正常他们办giveaway哦 大家都会直接在他们的官方 Facebook page那边去公布得奖名单 而通常我们都是很懒惰 让你自己去PM我们 而且哦在给个人资料之前 我强烈建议大家点进去这个 PM你的人的Facebook page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本人 看一下是不是新开的account 看一下是不是盗用的 看一下得奖名单里面有没有你 再看一下是不是同名同姓 你是不是真的那么黑 而这个受害者这样勇敢去报警 去把这个事情讲出来 主要就是不想要有下一个受害者 跟他发生同样的事情 一个人被骗不代表他笨 就好像你吃鱼 你给鱼骨吃到也不代表你笨的嘛 会有意外的 所以这个网友那么勇敢的讲出来 我希望大家也不要在下面留言 讲他笨还是讲他怎样啦 因为他可以讲出来 已经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了 第二种诈骗方式就是打字 减值 这种真的很生气哦 跟你讲 这种方式 MCO期间呢 很多人都失去工作嘛 然后大家都上网找工哦 OK 骗子找到机会骗你了 打字减值 上面写着大大个字 时间自由 薪水高 打字罢了 在家做都可以 然后下面给你一个whatsapp link 叫你自己去whatsapp他 打几个字就可以薪水高 医生律师不用做了咯 大家不用打工了咯 全部人去打字就好了咯 我不用这样辛苦拍片嘛 我还要剪片 我去打字就好了咯 拿机器都去打字咯 YMDB要来做 OK 这种打字简直是怎样的咯 一开始咯 你whatsapp之后咯 就有一个人好生好气的 跑来跟你讲 教你怎样做任务 他们不是教你做狗 他们是叫做做任务 比如说你一天要写100张的快递单 一张是4块钱 而且咯不限时间咯 你慢慢做都可以的咯 但是在开始做任务之前咯 他们会要求你先给一个99块 而且他们讲明这个99块是会返回给你的 OK吗 我做完全部单 说他99块不给回我的话 我是有赚咯 只要你一bank in 你第一个陷阱就已经踏进去了 接着哦 那个骗子就会继续跟你讲 诶 你想要加入高级会员嘛 如果你加入高级会员的话 你可以做很多单 而且哦 薪水也是比较高的 你要不要加入 高级会员费100块 这时候你就会想 哎呀 我都给了99块了 反正多少钱要赚钱呢 不如我给多这100块呢 这就是你给第二次钱的开始 那个动就越来越深了 比如说叫你进入一个VChart Group 这个VChart Group要200块 里面这个group的任务 都是比较高薪水的 然后也是那句 这个200块是会返回给你的 然后你就又汇款了咯 到后面就会变成 OK你已经做完10个单子了 是时候啦 就要退回钱加粗粮给你啦 然后骗子就会跟你讲 对不起了 我们公司规定哦 你的account一定要满1888 才可以出钱给你哦 你扣完全部的薪水的话 你还欠888 你可不可以先进这个888给我 我们公司保证 5分钟之内一次过 连同你的薪水给完你 放心 不用怕 相信我们 我们公司很手信用的 你只要一bank in 它就直接block你了 你给的钱越来越多 你的动就踩得越来越深 如果你放弃你就什么都没有 你前面给的钱什么都没有 它就是抓住你这个人性的弱点 让你越踩越深越给越多钱 明明是来做工赚钱 但是到最后变成你要给钱 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大家 打字兼职是假的 是一个骗局 是一个网络骗局 记得 没有一个公司哦 会让员工在上班之前 自己拿钱出来 就算有哦 也会在薪水里面扣 是不会让你真金白银 拿金钱出来的 而且哦 还薪水高 不用受气 没有老板 只需要打字 那这么还有穷人哦 这样打字兼职 是不是真的有这份贯? 其实是有的 叫做Data Entry 但是绝对就不会先跟你要钱哦 大家要搞清楚 要记得记得 第三个诈骗方式 假客户刷单好评 这个骗局呢 就是要你先用自己的钱 去购买任何一个产品 然后去这个店家 Rip他5 star好评 然后店家呢 就会还你这个购买产品的钱 再加这个Commission给你 越贵的产品 Commission就越高 比如说一个产品100块 它的Commission就是10块 通常哦 你做第一单哦 他们为了要你相信它 正常都会还你钱 然后你就会觉得 诶 10块其实没有很多 但是如果你越做越多的话 其实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而且我又是真的可以拿回钱的哦 所以第二次买的时候 你就会买更贵的产品 比如说300块的 第二次之后你给了钱 他人就会不见了 你钱也会跟着 Bye 第四个诈骗方式 你的Credit Card被人家刷了几千块 这种诈骗方式在马来西亚是最常见 最典型 也是最可怕的 我今天曾经好几次就在新闻那边看到过 那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中招勒 因为涉及的人很多 骗局很大 故事一环接一环 高潮叠起 错综复杂 一下是Sergeant 一下是警察 一下是Bank 还要不给你时间想 让你慌 让你怕 让你只能乖乖听话 哇 我还押韵 首先 突然有一天 就有一个自称是Bank的人 会call你 Hello Miss啊 你的Credit Card 被人家刷了七千块 请问你是不是真的有刷过咧 蛤 我都没有Credit Card 我怎样会刷七千块哦 然后那个人就会说 蛤 可是我们这里真的有这个Transaction哦 然后还要跟你解释 你在哪里刷 刷了多少次 刷了多少钱 这时候你就开始有点紧张了 然后他就继续说 Musa 真的不是你刷的哦 真的不是你啊 这样子就是有人利用你的名字 去申请卡 然后刷卡 但你不用担心 跟着我啊 不要紧张啊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圈套 不是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个方法 帮你report 帮你settle 一个package好好的 你跳进来啊 我们会转交这个case 给那个Mata 那个Mata 确清除 跟你拿口供之后 确定不是你刷的卡 这个五千块 我们是还给你的 OK 接下来 印度西来了 这个假Bank 就会把电话转去一个假警察 通常哦 都是成熟稳重有班 干那一种 就是surgeon啊 这个surgeon呢 就会给你录口供 备案 过路录完呢 就会send你一份polish report 确认 然后里面写到清清楚楚 最后 你再签一个字 作证就可以了 接下来 第三个角色出现了 刚才那个surgeon就会讲 我们现在把你把这个电话 转去一个更大职位的警长 他会负责帮你reset掉你的银行资料 确保你下一次不会再中 警长接电话之后呢 他就会重新再问多一次故事经过 整个过程哦 是没有时间给你去想 去思考的 然后这时候警长就会跟你要 你的bank account 你的password 甚至是一次性的验证嘛 也就是TSC code Social内部调查你的account 看一下是不是有hacker 看一下是不是跨国集团 因为警长嘛 而且整个故事涉及的 就是一些政府部门啊 银行啊 polish report啊 所以你在一紧张的情况下 你一给了password 一给了TSC 不到几分钟时间 你的钱就没有了 这种骗诀就是一开始给你黄 然后这时候跳几个 让你好像很值得相信的人出来 你只要一抱着这份信任感 他要什么 基本上你就会给什么了 正常情况 当我们卡被刷了之后 你会马上收到银行的通知message 突然发现自己中骗了 在一到三分钟之内 你要马上 马上啊 去call bank 然后bank知道了之后呢 就会帮你hold着这个transaction cancel 然后那个钱就一下 爆回来你的账号 但是 如果你过了一到三分钟之后 这些钱就会全部被转到 外国的一些支付平台 比如说PayPal 比如说Ebay 比如说一些电子钱包 到时银行跟警察就很难把你追踪到 因为已经去了国外 所以你一旦发现自己中骗了之后呢 第一时间记得一定要打电话去银行 中止这个交易 停卡也好 冻结账号也好 然后 才去报警 记得 我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影片那么长 而且我才只讲了一部分的诈骗方式 我还有抽奖诈骗还没有讲 爱情包裹还没有讲 还有外币诈骗我都还没有讲 但是因为时长的关系 我怕这个影片太长 然后没有人看 所以如果这个影片反应很好的话 我才拍下一集啦 因为我要先声明 今天这个影片哦 是没有业配 没有商家 一分钱都不赚的 我拍这个影片的目的呢 是想要提醒 然后分享我自己一些 亲身经历的诈骗故事 还有网上各种受害者的故事 让大家看到了之后 可以清醒一点 小心一点 我也希望被骗过前的受害者不要伤心 也不要因为网上的一些酸民的话 而觉得自己很笨 很自卑 不是你们愚蠢 而是骗子太狡猾 一个有心人哦 想要骗一个无心人哦 其实是很容易骗到的 因为他们就是抱着一种 我就是要来骗你的心态 来接近你的 希望中过招的人呢 可以尽快走出来 也包括我一开始提到的那名网友 就是希望你们不要一直想着 自己被骗过的钱 人没事的话 钱是可以再赚的 你的人生经历就大一夜 我相信你们也不会再受骗了 至于很幸运没有中过招的你们 我希望你们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出去 让越多人看到 然后骗子就越难下手 就越少人会中招 然后今天这个影片 希望反应会好 这样我就有机会拍第二集咯 下次再见 拜拜